过去是连结在地 未来要连结国际 也希望能够提供给需要服务的 这些长辈带来希望 副总统赖庆德出席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 关心长者照顾议题 抛出长照3.0后 现在政府又拍板 65岁以上长者 无工作又没有其他补助的第六类弱势族群 健保费全额补助 预估2025年上路 相较于侯友宜 柯文哲主张排富 65岁以上全额补助 微服部表示 恐怕有财政纪律和世代公平的疑虑 但若针对弱势族群 就能照顾弱势长辈 又不排挤其他社府资源 65岁以上的老人健保费 目前算起来是400亿的话 这个费用会逐年增加 如果都有中央政府来负担的话 那这个财政负担会排挤到其他社会福利的这个费用 蓝绿白准策过招 抢赢法票 牛肉也要对症下药 是不是要推出长照3.0来对抗科猴的医疗证件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检 曾印豪周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